2021年7月30日 美国CDC内部文件揭露 Delta传播真相像水痘一样容易传播 华盛顿邮报CNN新闻 报道了CDC关于Delta的内部文件 每期时间7月29日 美国CDC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 在美国各地疯狂传播的Delta变种 似乎会更容易导致严重疾病 且像水痘一样容易传播 这份文件最先由华盛顿邮报披露 是一个幻灯片演示文件 概述了未公布的数据 尽管完全接种了疫苗 但Delta变种病毒 可以让那些接种了疫苗的人 可能与未接种疫苗的人一样具有传染性 即使是没有症状 CDC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博士 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他表示 我认为人们需要明白 我们不是在谎报狼来了 事情很严重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之一 传染性跟麻疹水痘相似 瓦伦斯基还说 学校里的每个人 包括学生工作人员和访客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戴口罩 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局面 有些措施是极端的 但同时也是必须的 他说文件中的数据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 把所有的数据综合在一起 能让人清醒 CDC的文件说 Delta的传染性和水痘差不多 平均每个被感染的人会传染8到9个人 相比之下 原始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与普通感冒差不多 平均每个感染者会把病毒传染给另外两个人 另外给了美国人沉重一击的结论是 如果接种了疫苗的人被感染 他们体内的病毒和未接种的人一样多 这意味着他们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和未接种疫苗的人一样大 但该文件也同时指出 接种疫苗的人更安全 文件称 疫苗预防严重疾病的有效率为90%以上 在预防感染或传播方面可能效果不太好 因此尽管更多人在接种疫苗 但突破性病例和社区传播都仍在增加 文件称 疫苗可以将严重疾病或死亡的风险降低10倍 将感染的风险降低3倍 该文件还引用了三份报告 表明Delta变种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文件建议 CDC应该承认战局已经转变 并强制所有人佩戴口罩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CDC的文件还阐述了突破性感染 带来的新的沟通挑战 或使疫苗接种更难推进 公共卫生机构应该提高公众 对突破性感染的理解 让未接种疫苗的人明白 疫苗仍然是对抗Delta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同时让打过疫苗的人明白 自己同样面临被传染的风险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